干什么 军医 我 我去解个手 上深度 走走走 我陪你去 快点 快点 爹 快走吧 快快 快快快 怎么了 怎么了 我拉了一件要紧的东西 一件要紧的东西 敌人来不及了 快走吧 不不不 这件东西 比我的性命还重要 但上面记得上荣的罪证呢 我一定要把它取回来 可是洪御师 工棚咱们回不去了呀 不 不在工棚 在哪 在石料场 走走走 快点吧 工棚 在 就将红豆人打架 我来 是 说 红豆人在哪儿 我不知道 说 红豆人去哪儿了 可能可能去接手了 大人 罪犯不知去想 说是刚刚去接手了 嗯 不好了 大人你看 大人 你看 金钢泽 还没有多远 给我搜搜 搜 爹 你气得准吗 对 就在这一块 快到了 哎呀 好了 好像有人来了 爹 来不及了 咱们赶快离开这个地址 不然让咱们发现 洪御师 别来无恙啊 我堂堂御师 不宜禽手说话 好啊 还那么嘴硬啊 我看你还能够撑多久 来人哪 爹 爹 将三明要饭给我绑了 爹 动手给我绑了 慢 我有当今圣上御膳在手 谁敢妄动 果然有种啊 洪御师 恭喜你了 有这么一个好女儿 夏姑娘 把那东西收起来吧 你唬得了别人 唬不了我 上荣 你见御膳不退 罪犯大逆 哈哈哈哈 你也不看看 站在你面前的是谁 军师妹别怕 她说的所谓御膳是假的 把他们通通给我拿下 是啊 给我拿下 洪御师 你们快躲一下 小鱼姑娘 小鱼姑娘 胸膛 唯伍 功夫 带人犯 鬼 三番上的堂来 恩何不鬼 我等原本无罪 为何要跪 我们是有御膳在身的人 不要说跪你了 就是直立总督上荣来了 我们也不跪 好好好 跪不跪的本官就不管喽 就请总督大人上堂 有请总督大人上堂 总督大人 就请总督大人您问案吧 李杨健 你别走啊 总督大人在上哪有下官的座位 您问案吧 我告退 不要走 今日问的是药犯 万一有一天圣上问起了 你也好做个见证 既然如此下官就当个漏共的吧 您请 您请 洪德瑞 你一而再再而三 扑风捉影 诬陷本官 在金殿之上 已被圣上夺回 判了你流放曲阳 谁知你知恩不报 竟敢在服刑期间 勾结末入关绩的女儿洪侠 要越行而逃 洪德瑞 你知罪吗 尚容 可惜上次在金殿之上 我没有能够抓住你的证据 再加上你勾结阁老 才有了今天的嚣张 还敢顶嘴 大行刺好 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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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耸都大人要动刑 这动刑二字 要不要继承 你说呢 要继 要继 下官继承 齐阳县 你是要以本都为难哪 好 那就不要 那我就把它划了 划了 动吧 那就动刑吧 给我打 有 我有御膳在此 谁敢动手 御膳在如君在 尚容你也太放肆了吧 有御膳 承上来 是真的 拿上来 是 您干吗 假的 许阳县 许阳县 你真是有眼无珠啊 他一个春满楼的官技 哪来的御膳呢 啊 尚容 你就不怕欺君之罪吗 你胆子也太大了吧 胡说 是你们的胆子太大了 居然拿一把假御膳来骗我 啊 许阳县 这御膳是假的 那你还有什么顾虑吗 给我打 好 那就打打 打吧 拉那边打去 走 笑容 走走走走 老师我会让你吃不了 都会疼啊